文风丧胆,东部这支球队正在成为NBA全联盟最恐怖的田径队,北京时间11月22日,密尔沃基雄鹿坐镇主场迎战西部第一的开拓者,考虑到本赛季开拓者后场双枪状态更稳定,球队阵容更均衡,以及雄鹿近期开场慢热的状态,原本以为这会是一场更精彩更胶着的进攻盛宴。 出人意料的是,本场比赛熊鹿率先进入状态,字幕哥连续奉献报扣,分差被迅速拉大到两位数,全场比赛开拓者始终无法限制熊鹿的得分,第三节结束时分差已经拉大到30分,第四节沦为垃圾时间,最终熊鹿在主场以143比100却起了开拓者。 这是自1990到91赛季以来,熊鹿首次在同一赛季的多场比赛得分40加,43分也是熊鹿自2000年后的最大赢球分差。 东部巨鹿为这联盟,本赛季熊鹿队的表现十分亮眼,17场比赛赢下13场,76.5%的胜率仅次于猛龙,其中有10场比赛赢球分差在10分以上,有5场比赛赢球分差在20分以上。 强如开拓者、勇士、猛龙,76人均被斩于陆下,似乎还没人能找到限制熊鹿进攻的方法。 赛季至今,熊鹿场军得分121.4分,竞胜对手12.9分,进攻效率高达116.4。 三项数据冠决联盟,熊鹿的进攻内外通吃,总体的命中率为48.7%,排在联盟第二,唱军出手3分40.3个,仅次于3分大队。 火箭,场军命中3分14.8个联盟比1,在对手禁区内熊鹿场,均能得56.4分,联盟第三,本赛季熊鹿已经完成了多达128次扣篮,联盟第二多。 这让熊鹿的比赛充满了激情,同样恐怖的是,熊鹿的防守已经略居联盟顶级,场军51.8个篮板,41.2个后场篮板傲视群熊,场军6.2个盖茂位于联盟第三,场军失分108.5联盟第八,防守效率104,仅次于雷霆的103.8。 攻防两端的巨大进步使得熊鹿成为最令人恐惧的对手,新帅布登霍泽带来的改变,作为波波维奇的弟子,老鹰的龚勋教练,迈克布登霍泽迅速征服了熊鹿的队员。 对那头号球星阿德托昆博认为,熊鹿现在的表现是主教练布登霍泽的功劳,以前吉德在我们落后的时候会对我们大吼大叫,然后我们将处于一种封闭的状态,当人们处于封闭的状态时,江湖可能打得更好且会更加害怕。 但是现在呢,布登霍泽他总是会鼓励你,你做得不好的时候他会骂你,但是也会和你交流,你搞砸了之后,他会告诉你,但是等你表现得好的时候,他也会表扬你,让你感到积极的为球队效力。 布登霍泽诗成波波为奇,充分利用角色球员,打法前卫,执教老鹰时便把老鹰打造成了东部马斯队,2014-15赛季常规赛,更是取得了60胜的东部第一佳绩,利亚拥有三具头的骑士。 显然,现在这支熊鹿队的阵容,比当年的老鹰更年轻更有上升空间,角色球员很快,很好地接受了布登霍泽的安排,热衷于三分进攻,这让阿德托昆博能够更轻松地在对方游戚去翻江倒海。 熊鹿起起伏伏多年,如今终于找到了方向,布登霍泽打造的体系雏形出现,但熊鹿已经让世界震撼,目前还没有人能预测他们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出色的熊鹿队员字母哥阿德托昆博,迎来了一个适合他,懂他的教练,在布登霍泽的调教下,他学会了如何利用身高臂展高举高打完成上篮,实现传球,或大步流星的扣篮。 他的动作可以说是联盟中最独特的物理现象了,阿德托昆博毫无疑问是联盟前五的热门人员,23岁的他已经习惯性地在攻防两端统治比赛,这让联盟其他队很恐慌。 本赛季字母哥场均凯下26.3分,12.9篮板5.8助攻,命中率提高到56.1%,防守效率进步到98%,盆池高达27.8%,就像一头巨鹿无法阻挡,埃里克布莱德索之所以被称为血布,是因为他在比赛中,永远像打了鸡血一样,本赛季布莱德索的命中率以及三分命中率均有提升, 但他的主要武器不是略有起伏的进攻,而是出众的防守能力,在对阵勇士的比赛中面对斯蒂芬库里时,布莱德索让NBA最难防,的得分手,在14次出手后仅得到10分,布莱德索可以不断干扰,库里,但并没有轻易起跳,而失去防守位置,这让他成为NBA少数几个,能够限制这位超级得分手的球员。 当库里围绕底线跑圈时,布莱德索能迅速绕过挡拆锥上,并阻碍他进攻,投入程度和篮球智商得以体现。 熊路攻防两端的出色表现,离不开米德尔顿、布罗格登、洛佩斯的复出,正是他们的存在让熊路的三分威胁位于联盟顶级。 当一支球队拥有三名三分命中率超四成的首发队员时,你将很难限制他们的进攻,本赛季米德尔顿场均能投进3.1个三分球,洛佩斯也能贡献2.8个。 要知道布鲁克诺佩斯可是从一个传统内线大哥改造成的现代权能中锋,看一个数据,本赛季勇士队的著名投手汤神科雷汤普森,也不过场局能近2.5个三分球。 面对这样一支投射能力出众的熊路,其他队无法像限制胡人的詹姆斯一样收缩防线,来对付阿德托昆博,更何况字母哥目前的内线杀伤力,比起年过三巡的詹姆斯有过之而无不及。 熊路虽然经常慢热,但有着赤如破竹的主导比赛的能力,不仅实力强而且有着明确的战术思路,熊路已经证明了自己有着击败任何一支球队的能力,虽然目前只是赛季初期,但熊路有实力,向东部任何一支球队发泄挑战,也许明年5.6月熊路将能有所收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